Hey 大家好 我是Sam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集要來整理一下這幾天Steam的特價遊戲啦 這次特價有不少歷史新滴 以及好幾塊我覺得超級棒 又打折打到骨折的遊戲 不過遊戲不會做得太詳細的介紹 不然時間根本不夠 如果我初步介紹後 你對遊戲有興趣 建議再去查一下遊戲詳細玩法喔 那就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吧 聖靈之光1 聖靈之光2 分別有著6萬篇評論的94%壓倒性好評 以及12萬篇評論的95%壓倒性好評 一代最終版原價538 特價25折134 二代原價438 特價33折144 介紹這遊戲的時候 如果沒有版權問題 我應該會用它的BGA來當背景音樂 讓各位聽聽看這系列遊戲的音樂 這個系列是類銀河戰士惡魔城橫向捲軸動作冒險遊戲 地圖的地形設計非常龐大複雜 不像傳統的橫向捲軸遊戲一樣 只需從左走到右 而是要在具有相當高探索性的環境中不斷來回探索 以及地圖上也有難度不高卻有趣的謎題 同時還要應對敵人和致命的陷阱 這款遊戲有著非常迷人的劇情 超級無敵精美的畫面場景 隨便截圖都適合拿來當桌布 以及非常非常非常好聽的音樂 沒錯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講了3次非常 我超愛這遊戲的音樂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Oli音樂 由於它的美術與Pumbo的音樂所炫爛出來的遊戲氣氛 它這個許多玩家稱為3A等級的獨立遊戲 遠方孤凡 有著17000篇評論的92%極度好評 原價268 特價15折 歷史低價40 這是一款交通工具冒險遊戲 女主角生於一個末日世界 身邊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生物 只有一台可以運作的蒸汽車 主角相信這世界還有其他人 並獨自乘坐這台蒸汽車 開始了她的希望之旅 這個遊戲用著輕描淡寫的方式 帶著玩家進入荒廢的世界 隨著遊戲進入 主角也會遇到各種極端天氣 黑了冰雹 暴風 火山爆發等等 越到後期小女孩碰到的問題也會越多 玩家需要操控的項目也會更多 像是滅火的噴水器 修車的焊槍等等 以及難度不高的解謎內容 遊戲中也有著非常棒的BGM 在適當的時機播放 讓玩家能夠沉浸在遊戲想要給玩家的感受中 霍格華茲的傳承 有著25萬篇評論的91%極度好評 原價1690 特價6折 限1014 這款當初我也是衝手發買爆 你是不是哈利波特的粉絲都沒關係 可以無痛入坑的遊戲 畢竟時間故事背景設定在 哈利波特主故事的100年前 甚至比怪獸與他們的產地時間還早 可以透過這款遊戲體驗到魔法世界之外 還能完整探索整個霍格華茲城堡 對於這個系列粉絲來說 真的是一件很讚的事情 遊戲也有著火具挑戰性的戰鬥 精緻且優化完善的畫面跟風景 更是經過多次更新及優化 現在的體驗比起當初推出時更加完善優良 就算當初JK倫林遭到炎上抵制 遊戲出道至今依舊賣爆 遊戲已經出快滿一週年了 打稿的現在還有1.5萬人正在玩這個遊戲 而且這款還算是不便宜的遊戲喔 可見代表這遊戲多有吸引力 現在6折真的蠻推薦入手的 有著5萬1千篇評論的97%壓倒性好評 原價328特價67折 歷史低價219 喜歡橫向捲軸動作遊戲的玩家 千萬不要錯過這款 畫面雖然看似普通 也沒有那種馬上會吸作你目光的美術 但此遊戲絕對值得試試看 雖然它是2D平台跑酷遊戲 但是和一般的跑酷遊戲不同 這裡不會要求你做一些艱難的跳躍 相反的這款遊戲要你快、更快、還要更快 這遊戲算是這類橫向捲軸遊戲中 操作感我覺得最滑順的 也可以說是這遊戲最大的特點 加上作者非常用心設計的地圖 每個地圖都是配合主角動作而事先安排好的 玩起來就好像在賽道上奔馳的賽車一樣 雖然這遊戲只有英文版 但這遊戲也只有在操作教學告示牌時 會用簡單的英文 沒有英文對話 故事完全用無對話的動畫帶過 完全不需要擔心英文不好的問題 黑暗地牢1 有著慈善萬篇評論的90%極度好評 是一款非常有名的策略角色扮演遊戲 遊戲融合地牢探險、隊伍管理和心理壓力等要素 玩家領導一支探險隊伍 探索充滿怪物和危險的地牢 同時要管理角色的壓力和疾病 遊戲中的黑暗氛文和困難挑戰為其特色之一 隨著遊戲進展 玩家需要戰勝重重困難和恐懼 保護隊伍成員的新置劍 遊戲設計非常精巧、策略性高 玩家需要思考每個決策的後果 挑戰高難度的戰鬥和事件 這遊戲以其獨特的玩法和沉浸式的體驗 贏得了廣泛的戰獄 成為許多玩家心中的經典之作 如果你是因為美術國格或是角色看起來不太喜歡 沒關係 這遊戲還有資源工作坊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角色Skin Mode可以使用 又或是一些別人製作的新職業等等 現在特價又只要81 沒遊戲玩的話 真的蠻值得入手來打發時間 因素小子 未知邊境 有著2萬篇評論的90%極度好評 原1290特價4折 歷史低價516 索尼克的遊戲系列最經典的就是在那危機四伏的跑道上 奔跑閃避陷阱 障礙通關 但正在最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捨棄了過往的線性通關字 導入了常被大家稱之為開放世界的地圖冒險玩法 玩家可以操作索尼克在大地圖上 只有進行各種探索 並且透過解開機關的方式 慢慢逐步的推進遊戲進度 這次的作品有著很不錯的劇情 非常爽快的快節奏戰鬥系統 以及這系列幾乎不會讓大家失望的音樂 雖然本作也有不少缺點 譬如跑酷關卡太短 索尼克的角色在新的場景風格中顯得有點突兀 以及想要欣賞風景 但官方在空中做了一堆跑道 機關有點礙眼之類的 但這遊戲依舊有著90%的極度好評 對於對索尼克系列的粉絲來說 基本上該玩的都玩過了 然而現在只要4折516 確實很值得沒玩過這系列的玩家入手試試看 Hi-Fi Rush 有著23000篇評論的95%壓倒性好評 原價850 特價65折 新史丁552 遊戲故事描述主角胸前因可疑的企業實驗 而不小心嵌入了音樂播放器 還因此被打上瑕疵屏的標籤 那他必須在充滿活力的世界中爭取自己的自由 在這個世界中的所有事物 包括平台解謎、敵人攻擊甚至是有趣的調侃鬥嘴 全都會與節拍同步 主要靠節奏連技和隊友連技打敵人 在跑酷關卡也跟著節拍 整體遊戲氣氛是以搞笑的方式去呈現 演出方面和音樂方面很多樣也很精彩 像我這種出門運動會聽音樂的人 很喜歡跟著音樂的拍子去調整步調 這款遊戲非常對上我的胃口 雖然我是音電白痴 遊戲的劇情都很老套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看了就是很愉悅 也許是因為氣氛營造的關係 對我來說 整體體驗非常的好 遊戲主線通關大約10個小時 你可以花一天時間破關 也可以慢慢挑戰自己打高難度拚S 另外就是808真的很可愛 特價值屬於必買系列之一 尤其現在又是歷史新滴啊 魚帆暗勇 有著27000篇評論的94%壓倒性好評 原價749 特價7則新史滴524 提到釣魚類型遊戲 多數人聯想到的會是休閒的模擬遊戲 但要推薦的這款如果你沒有關注過 或沒看過的介紹 那你還是以為是休閒類型遊戲的話 那你就錯了 本作採用的是開放世界的地圖設計 開場即可開著漁船在開放世界中任意探索 僅有少部分區域需要透過炸藥 摧毀石牆後才能前往 體驗上自由度相當高 但本作並非傳統的模擬經營遊戲 穿在捕魚賺錢的系統上 有非常多樣且有趣的內容 確實能讓玩家經營體驗漁船捕魚的內容 但捕魚、賺錢並升級漁船僅僅只是遊戲中的一部分 當玩家在探索這個世界的時候 會發現大海裡存在著某種未知的恐怖力量 而揭開大海的謎底也是本作的最終目標 透過遊戲的推進 當來到新的島嶼 與島上的NPC對話 能夠接到各種任務 這些任務大多都是大海謎底相關的任務 到底這片大海藏著什麼樣的秘密呢? 真心推薦有興趣的人可以買來嘗試一下 怪物聖所 有著9400篇評論的89%極度好評 原價490特價25折 歷史低價122 寶可夢和淚銀河戰士惡魔城風格合為一體的遊戲 採用像素風格 玩家除了可以在2D盒像卷軸地圖 關卡舞台上自由進行探索冒險外 也必須收服怪物與培養訓練 依據怪物屬性並搭配小隊戰術進行戰鬥 可以去接觸地圖上的怪物展開指令式回合自戰鬥 並使用自己培育的怪物與敵人進行3v3的團體戰 所有怪物的技能數都不相同 同一隻怪物也可以透過技能數分支 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發展 高洞自由的怪物培養功能 是本作最令人沉迷的一大特點 怪物們在關卡探索時也是不可或缺的好幫手 他們都有各自的探索能力 讓人家去破解各個地圖的謎題 不同的怪物都有不同的固有技能 如鳥形怪可以飛到高處 有的怪物可以打破隱藏牆壁 玩家可以利用他們各自固有技能來支援關卡探索 藉此達到例如高處平常無法到達的場所 找出隱藏在這場所的寶箱或是開啟新探索區域 冤罪殺機 界外魔之死 有著11000篇評論的85%極度好評 原價899 特價2則 歷史低價179 遊戲主打潛行動作玩法 但玩家也能夠選擇直接殺出血入 是要以爽快的戰鬥殲滅敵人 還是選擇不取人性命的方式完成目標 玩家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通關 全由玩家決定 遊戲融合了獨特的奇幻世界觀 靈活的遊戲機制和令人著迷的劇情 遊戲中融合槍、劍、魔法的第一人稱遊戲 劇情設計也是一點都不馬虎 能夠在這款遊戲中體驗到刺激的非線性遊戲體驗 現在特價179 真的蠻值得入手的 《絕命意志緣》重製版 有著35000篇評論的89%極度好評 原價1599 特價4則 歷史低價639 最初這款是在2008年10月的作品 在當年被稱呼為 《藝念公司史上做出最恐怖的遊戲》 於2023年重製後上市 經過幾次波折及更新修正後 最終也是獲得了很好的評價 這款無疑是生存恐怖類型遊戲的永恆經典 以現在四則來說 也是蠻值得入手的時間點 如果要等它新史低 可能要再等等看春季特賣 雖然依舊推薦這款 但現在2024年初出的遊戲這~~麼多 各位應該暫時還玩不玩 確實可以再等等就是了 好啦 這集內容就這樣啦 整理遊戲不容易 還要花不少時間來關注 到底有哪些遊戲特價 他從這茫茫的遊戲海中挑釁 我覺得值得推薦的 真的要花不少時間 如果覺得內容不錯的話 也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集見啦 掰掰